來到科工館闖關遊戲攤位 許多學生專注在闖關遊戲 以我輔國中科學攤位為例 透過數學和立體拼圖做連結 讓學生可以更容易理解數學原理 我覺得其實蠻熱鬧的 可以體驗到很多不同的遊戲 喜歡 覺得科學很有趣 這個遊戲我們透過了九個正方體的盒子 一個正方體九個正方體的盒子共有六面 所以可以破解六個數學問題 從拼圖中的操作 還有拼圖中的圖形跟數學觀念的解決 還有闖關可以培養你的組合能力 本次園園會共有九十多個遊戲攤位 由高雄市各所中小學共同舉辦 教育局攜手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 由五福國中和鄭昌國小城辦 要透過趣味科學的方式 提高孩子學習能力 之後我們四個老師 開始討論這個科學園遊會的主題 然後我們就是 當場就是腦力激盪之後 就慢慢的想到把這種立體拼圖 跟這個數學做結合 這兩天是我們高雄市中小學的科學園遊會 那這個科學園遊會的話 我們其實已經舉辦四十二屆了 那在這一個科學園遊會當中 我們今年的話總共有九十二個攤位 我們是希望辦理這樣子的一個科學園遊會 讓小朋友可以在 把他們在課程當中學習到的科學知識 透過這樣遊戲的方式可以呈現出來 實生精心規劃多元科學遊戲 在孩子們向其他學生介紹遊戲原理過程中 不僅可以培養孩童科學和語能力 也能讓民眾親自體驗去一位科學活動 人間衛視王上義高雄參謀報導